黄瓜上冰它有一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就开始 结瓜之前它长得旺 植物长得旺 多是以营养身上为主 这个时候一般不上冰 然后一结黄瓜 结上两只黄瓜 一只两只 然后你流瓜的位置比较近 这个时候它生殖身上长得比较旺 然后营养从叶片中挥流 它长得比较旺 然后咱们光照不好 或光下不好的时候 或者说遇到低温的时候 阴天低温这几个条件 它产生的营养不足 这个时候它从老叶中挥流营养 从老叶是吧 挥流营养 一挥流叶子发黄 叶子发黄 然后叶子比较弱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生病 所以说我们黄瓜发病有规律 第一个规律就是 做出瓜之后开始加瓜了 留了两只瓜 然后是阴天 低温 或者天那个时间 冬天 日照比较短 这个时候黄瓜就比较生病 黄瓜生病 我们两个方法的防 第一个我们打药 夜面拍卧 第二个方法 我们就随随冲药 把那杀菌剂 内心杀菌剂随随随冲行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是与为我学的 这些外伙